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猪血糕 这可以播出去吗 好像丢脸的 阿莱西亚我带什么土产回来呢 我带 Blajan 就是Blajan 很香很好吃 豆沙饼 其实 冰城那里有一家豆沙饼是超好吃的 然后我妈妈每次会订几箱几箱 拿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不夸张应该有五十盒吧 也不是带回来什么纪念品 反正带回来就是一个大肚子的 吃太多了 胖了三公斤到五公斤的肥肉 那个就是他送我的纪念品 他们贴在那个炉里面烤的那个叫什么饼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饼吗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饼 对不对 我第一次吃到那个饼 我就觉得 因为它里面是马蹄所酿出来的 就是有那个蜜糖在里面 然后它外面是 你一咬下去 它是有很多层次感的那个松皮 就脆 非常香脆 然后后来我知道原来 在马来西亚他们是把它贴在那种 壁炉里面烤的 就是一个圆的 然后是用炭烤 炭烤的那种 那个很好吃 应该是叫马蹄酥吗 香港的臭豆腐 很好吃 很臭 很好吃 我曾经打包过臭豆腐回新加坡 这可以播出去吗 好像丢脸呢 因为 是有一点味道 我就把它 塞进去我的语言里面 回去还蛮好吃的 回去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台湾的凤驴树真的是最好的之一 那个皇陵每个人 但是他们包装太多的形式了 他们包装是真的怕死人 包装是越来越漂亮 我从台湾一定会带回来 那个大屌烧给那些儿子吃 曾经有我一个朋友 他就去了台湾 他就买了一条给我 那其实蛮重的 那 you know the boys they like all these phallic objects so if there'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think you'll please them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eat it 我去台湾 一定会买的东西是面膜 就是他们面膜的那个 种类非常的多 而且都非常的好用 他们会在一个来区城市 他们的Watsons摆很多种 然后你可以一次过少 你不用去很多店去买 你就直接去一个区城市 就可以搞定 我在台湾认识到的朋友 我觉得是 我人生中 台湾送我最好的礼物 因为他们太棒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ulie 全新奇 我是克敏 我是黑铃胡佳义 我是简如一 我是Maxi 林俊良 拜一个王磊 我是郭威乐 我是Jasper 斯拉宇涵 我是李南兴 马上下载 mplay 体验新马港台的四种精彩 我是派对 我公元的 我公元的 我是我公元的 我公元吗 我公元的